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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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诸位法师 诸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好 我因为知道普恩师很忙 所以我想 讲金前 请她来给大家鼓励跟支持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一下 尊敬的信用法师 阿弥陀佛 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我一片空白 他证悟空性了 因为师父突然间我在办公室忙 师父叫我讲几句话 阿弥陀佛 一片空白 可是看到师父看到你们 我又有信心了 师父你们今天的目的来是做什么 听什么经 第几品 什么名 安乐行品 把这来考试的 所以我们的师父很慈悲 讲义做清楚 他知道我要问你们的话 你们眼睛在看下面 妙法莲华经 第44品 安乐行品 所以有说大家很有福报 我们每次强调 人生难得 还有什么 佛法难闻还有呢 善知事难遇 善知事难遇 尤其像我们末法 末法的时代 要听到很好的师父 讲经说法 无形中 信念就是正法 信念就是正法 所以我们很多信徒修福 很会修福 尤其我们新加坡人 全世界知道我们新加坡人福报很好 因为我们新加坡人 从第一天到九月天 三百六十五天都修福报 做很多慈善 做很多功德 建塔 修庙 铺路 建桥 很多功德 师父是强调 佛陀时代 一直强调 福慧等持 福慧等持 福慧双修 各平均 才真正的开智慧 才能走解脱 知道非常重要 所以短短这三天 四天六场 信用法师的福利讲座 希望大家要珍惜因缘 因缘是无常的变化 无常的变化 所以当你们有空的时候 万元放下 珍惜你们这六场的时间 星期五星期六 礼拜礼拜一 很快时间很快 转眼接近四天就过去了 可是来听会很好的法师来讲经说法 一定要争取你们的姻缘 争取你们的时间 把家里事情讲好 跟你们家庭讲好 你们来这边聆听法师的福利讲座 真的会让你们受益 非常受益 佛法本来利益谁 佛法利益谁 对 你利益自己利益众生嘛 你先要利益自己 原来佛法的好处在哪里 你听闻佛法 来学习 来提升你们的智慧 所以师父是希望你们珍惜 今天几百人 明天更多人 后天更多人 你们把这些说 今天我来听听佛法 跟你们的朋友 亲朋好友 左灵右舍 讲信武法师 来讲这个安乐行笔 非常非常的好 自己会不见 跟大家一起来 来分享 来聆听佛法的好处 所以希望你们珍惜 记录做好 最好把今天师父讲的讲义 明天背给师父听 好不好 好好鼓掌嘛 怎么就是这样呢 要鼓掌 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要今天师父讲了 明天下去 明天再问 师父今天讲什么 妙法莲华经 第14品安乐行品 只非这短短十个字不可以 把师父的内涵内容 佛法的讯息 把它记好 运用在生活上 你们就会得到佛法的好处 祝福大家 六十吉祥福会增长到心 永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先合掌 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金祭 然后我们就开始 好 请合掌 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及开金祭 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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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诸位法师 诸位灵友 大家晚安 首先 很感谢大家 在百忙中中 来听这个 法华经安乐行品讲座 请看幻灯片 也看你的封面 讲义第一页 很高兴我今年呢 又被邀请来辞光福利讲堂 辞光福利协会讲这个法华经 去年很抱歉 去年因为太累了 去年讲经的时候有点生病 所以今年我有保养的比较好一点 头也很亮吧 我今天才刚刚剃头的 然后呢 可是这几天呢 新加坡都在下雨 所以注意各位联友 小心 多穿一点衣服 因为新加坡的MRT呢 开的冷气都很强的 好像冷气都不用钱 所以小心不要感冒 天气变化很大 建议大家 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讲经有四天 那首先很感谢法造大和尚 还有普恩法师 还有普根法师 还有在座的工作人员 要成立一个法会 所以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 各位可以看到 为了这次讲座 我也准备了120页的讲义 厚厚的一本 上面呢 第一页你可以写上你的名字 可是这几天 希望你能够带来 自己带来 结束的时候 大会可以跟你结缘 好请看安乐行品第二部分 去年讲的是十六十七品 其实按照法华经啊 应该是讲法华经五品比较好 请翻开讲义第二十三页 也就是我个人提倡弘扬法华经第五品 假如当然妙法莲华经 你能够从第一品念到最后 第二十八品的话 是会非常非常的好的 因为法华经的功德力很大 在慈光福利协会呢 一年也有送过妙法莲华经 所以这个普恩法是很慈悲啊 希望大家在送的当中也能够学习 按照顺序的话 是应该先讲第二品 方便品 这是 弥勒菩萨站起来问文书施利菩萨 我们要有怎么样的见地 第十四品 中国智者大师专门提倡 送法华经的时候 他并不是送普门品 而是送第十四品 安乐行品 讲我们 声安乐 口安乐 意安乐 跟誓愿安乐 也就是声口意 请问你平安吗 你快乐吗 我反问各位 今天你快乐吗 你认为你今天快乐的请举掃 好 手放一下 你今天一半快乐 一半不快乐的请举掃 好 有些人工作压力很大 你觉得我今天不是很快乐的请举掃 诚实举掃 没关系 好 那没有举掃的请举掃 可见我们啊 身跟心会相互影响的 要让你身心很快乐 所以我第一个供养请写下来 平安健康就是福 当你越是老的时候你会发觉啊 哎呀 这里腰痛 那里背痛 这里得癌症 听那个朋友呢 过世了 听那个医院 朋友又送医院 你的心都会很慌的 其实什么是福报呢 平安快乐健康就是福 有时你是过了四十岁以后 很惭愧 今年师父已经四十七了 再过三年我就五十了 我不知道我能够活在世间活多久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当老的时候啊 其实平安健康就是最大的福报 你没有健康的身体 你这里痛那里痛那里会很痛苦的 那现在刚好 新加坡以及东南亚 全部的寺庙都在送药师经 很好 药师如来的悲愿 就是解决众生的身心病苦 可是药师如来不单单只是体检 你的身心病苦 最重要它还要你发广大的愿心 为力众生愿成佛 接下来看二十三页 接下来呢 按照顺序应该讲十六品跟十七品 如来受量品 以及分别功德品 那当时因为提醒的时候 先讲十六十七 所以这一次我们讲十四 若还有因缘的话呢 下次我会讲第二品 然后再看流通分 二十五品是大家最有名的 中国从魏晋南北朝 传到中国以来流通最广的就是 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我学佛第一部经也是念心经 大悲咒跟普门品 我每天也念普门品 一念到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的时候呢 你就内流满面了 你就知道众生是很苦的 对不对 然后最后一品是第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劝发品 这是讲普贤菩萨跟弥勒菩萨的功德 这一品我曾经在新加坡 佛教青年弘法团讲过一次 希望有机会还为各位能够念 假如你能够念法华经五品 那当然很好 如果能够念全部那更好 但是不能的话请你念这五品 因为这五品呢它代表四个菩萨 第一个文书施利菩萨 第二个弥勒菩萨 站起来 请问佛法 接下来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 第四个是最后普贤菩萨 这是法华经 为什么今天会讲十四品 特别再强调一下 中国智者大师送妙法灵华经的法会的时候 不是送普门品而是送这一个十四品安乐行品 所以首先我真的很感谢 此光福利讲堂提请我奖金 然后我也很用心的准备 然后所以我们讲座是只有四天 明天下午是两点半到五点半 然后中间会休息半个小时 新加坡很近 所以晚餐你可以在下面解决 然后晚上八点到十点再讲 这样我们也就有六根日 因为我们要配合大会诵经的时间 请大家珍惜 然后最后一天十二号会有点灯 到时候我会送给各位每一个人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呢 这是我的秘密 最后一天再告诉你 好那我很高兴来这里 也会全程录影利益广大的众生 首先我们按照惯例 我们先念华言经普贤行愿品 刚才各位进来有看到普贤行愿的短片吗 有看到吗 有那是非常非常的棒 待会这几天明天跟后天 有空的时候我会再放给各位看 这是福岩佛学院的华言三圣 可是在这里跟你讲经的时候很抱歉 我要宣一个不好的消息 是因为福岩佛学院的老院长 曾华长老还在上个月往生了 他一生九十一岁 为了佛学院的教育呢 不疲不厌的 然后贡献佛节教育 他本身也是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听到也很难过 当时我正在槟城讲经 讲文书十大愿 我们也发愿为他回向 也希望老和尚成愿再来 中国大乘佛法的老和尚呢 一个一个都走了 有一天也会轮到我的 有一天也会轮到各位的 所以在台湾呢 棺材店有一首歌叫做 我总有一天会等到你 这句话 这首歌呢 听起来有点心麻麻的 不过这是事实 好 请各位打开讲义第一页 我们念普贤行愿品 请合掌念南无华言会上佛菩萨 三称然后放掌 接下来呢 就是听牧鱼的速度 当牧鱼越打越快的时候 请你就跟着念 那无华言会上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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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依尽 一切便利今无欲 不贤唐愿为神的不贤意 2 1007 入来千亿 神富千佳彻 神阴 Fotoe 尊重臣殊佛各主佛 撒中规中无尽法皆臣义 让身心诸佛皆充满个意义 皆应生还不足尽妙也 尊重臣殊佛神功德 爱意诸罪神妙我 满几月度相机丧 该如是罪神庄 言之我已公养 主如来 最深以赴罪神 向我享受 相遇的主意 解入苗 告知我喜公养 来我已广大圣界 心神行一切 三世佛喜不现何愿 离不变 供养主如来 我喜所遭主佛 也且有无是坦诚痴 重臣与一知所 神一切我尽皆 惭愧是方一切 主众生而尘有学尽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结束 细时放所有世界 等追逐成就不敌 这我尽一切 这我尽一切 全群专与无上妙法论 主佛若欲 盼我喜之臣尔却 请为愿求主茶 尘皆利乐一切 主众生所有力赞供养 父亲 父亲 佛读师 专方 沦随西藏 为主上 更回向终身寄佛 我道愿将依此 神功德 为相无上阵法 借心向佛法 寄生且而敌若 美因如实 我良功德 还我尽皆 喜 尽回向所有众生 深刻 一见我耽一见我耽一见我耽邦 我法等如实意 借主也掌喜 借消灭尽悟 欲念念 知识欲法 借光度 众生皆不 退乃至虚空世界 借心 切尽中身 即夜法能 静如实此 此法广无边 愿静微笑 依入世南無大恨菩薩 南無大恨菩薩 咳空佛仙菩薩 南無阿弥陀佛 耶度大街道 耶度地夜 阿弥陀佛 佛比阿弥陀西南無阿弥陀佛 佛比阿弥陀西南無阿弥陀佛 佛比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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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管是天菩萨 那么管是天菩萨 想想我们跟一切的众生 生生世世都在轮回 若没有听到佛法 却像在黑暗当中没有光明 把心静下了几分钟 难无管是阴不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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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束了 眼睛可以打开 好 请看幻灯片 我们开始讲经 待会我会给你看九华山短片 首先很高兴为各位讲大乘的佛法 法华经 法华经跟华严经 跟般若经 在中国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不管你修任何法门 大家大概都知道的是 观音跟地藏菩萨 然后可是以中国大乘佛法来说 应该要学的是 大智文殊施力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恨普乾王菩萨 各位可以抄下来 如果有机会你到中国三西省 有一个叫崇善寺 你一定要去参观 原因是因为在日剧时代的时候 曾经炸弹里掉下来 可是却没有爆炸 从明朝 然后这个佛像一直保留到现在 大概我们现在演讲的大殿有 两层楼这么高 右边是代表千波文书 代表智慧第一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第一餐 中间千手观世音菩萨 代表二十七餐 左边五十三餐代表 大恨普乾菩萨 后面圆是代表一真法界 这是以华严经的架构 在第五十二餐是弥勒菩萨 因为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 刚才我有说过法华经 第二十八品 普贤劝发品 就是为弥勒菩萨跟普贤菩萨而说的 接下来 一般的人很少听到文书跟普贤 一般人大概都听到的是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或地藏王菩萨 像我学佛第一个听到的 也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然后才来读阿弥陀经 才开始到说 自己跟众生的业很重 开始送地藏经 你才知道地藏王菩萨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缘起 今天我会放给各位看九华山的短片 我今年四月刚刚去庐山 黄山跟九华山短片 我再做先调查一下 现在反正新加坡人一放假 都到全世界飞 四大名山里面 你去过五台山的请举手 文书师利菩萨 很好 峨眉山普贤菩萨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普陀山观世音菩萨的到场请举手 好 再放下 去过九华山地藏王菩萨的请举手 好 举高一点我没有看到 好 谢谢 请问没有举手的请举脚 好 你都去哪里了 去呀 我去过伦敦 甚至回到我的Bristol 我去见了我的房东 我见到了我房东 他第一句话跟我讲什么 我的房东七十八岁 不好意思 我先讲一段英文 他说 How best you are You are still alive We didn't contact for 14 years Give me a hug 就这样子 意思是说 混蛋 你还活着 你呀 14年都没有联络 你竟然还记得我啊 对不对 给我一个拥抱吧 我的房东对我非常的好 你知道吗 他差一点呢 三次心肌梗塞 他上一个月差一点走 他说我差一点点呢 就不在人间了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人见面呢 是有无量节的缘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糊里糊涂的来 新加坡已经来的 第八年跟第九年了 所以我们能够来学习 大乘佛法是很有福报 请看幻灯片 所以这三个大菩萨都很重要 尤其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接下来众生很苦 接下来就会听到了 地藏王菩萨 因为众生都有很多苦 所以我刚才问你 你快乐吗 其实我们有很多人 有时候都不太快乐 生的病痛很多 工作不太顺利 下个月房租呢 可能交不出来 我来新加坡七年到八年 我发觉什么都没有涨 什么都涨 薪水没有涨 租金也非常非常的贵 你吃个东西都要十块新币 二十块新币到三十新币 对不对 所以各位其实大家 我们都很大的压力 可是现在问题来 我们学佛法 你要学什么呢 请看文殊菩萨是很重要的 我2005年 请专心听 我在三爷经社 第一次讲了文殊菩萨十大愿 其实不管学任何的智慧 到最后你就算是拜药师佛 东方药师净土 也有文殊 不普贤观音和地藏 你必须学般若空性的智慧 第二次我是在讲是 2010年11月17 在新加坡 为这个普祭祀的庙灯长老 95岁高寿 我讲了一次 接下来在还没有来之前 这是呢 在上个月 上个月也就是十月 我在马来西亚 大宾城宝玉堂 讲的第三次文殊十大愿 所以请看一下 五台山 冬季的五台山是非常的美 这是五台山的大白塔 传说里面有 加涉佛的设立子 也有释迦摩尼佛的设立子 五台山是文殊 设立菩萨的道场 释迦摩尼佛曾经在华言经说 东方有震荡国 齐山名曰清凉 齐有菩萨名曰文书 教化一万菩萨 还会围绕 现在九十八岁高龄的 孟参老和尚就住在五台山 他用了五年 讲完了大方广佛花言经 整整五年 全程录影 八十花言 全部讲完了 现在要有这样的老和尚 把传统的经全部讲完了 很不容易 那作为学生 若能够全部听完 那更不容易 对不对 新加坡跟全世界 现在工作都很辛苦 所以师父真的很感谢 你在百忙当中 来听经 也请你好好珍惜四天 文殊菩萨的智慧是很重要 所以文殊菩萨代表 五方佛的智慧 五台山正海事 所以有一天 你若发了广大的菩提心 你才会听到文殊跟普贤 不然你明天试试看 你走在路上 你问人家 你知道佛教里面 有没有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 他一定跟你说 你得牌去 他就走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有文殊跟普贤的 大概都知道有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 那是因为他的悲心跟愿力 所以一千看 文殊菩萨有一千只手 叫千臂千波慢疏失利 也就是说文殊菩萨跟观音菩萨 也可以化现为一千只手 每一个手里面有一个波 每一个波里面有一尊佛 所以释迦摩尼佛曾经说过 他过去也拜过文殊师利菩萨 做老师 学般若波罗蜜的教法 那我们中国人跟般若波罗蜜 有没有远 有 念般若心经 跟念金刚经 读大智度论 就会文殊菩萨会互念你 所以文殊 这是观音 代表慈悲 这个普济寺 普多山 普济寺的毗路观音宝殿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尊观音的右手边 是善才董子 代表华严经 左边是龙女 代表转身成佛 代表法华经 所以大悲观音菩萨 中间坐在那边 是全中国大陆最庄严的 叫做带着五方佛宝观 也称为九龙观音 或毗卢观音 这代表他弘扬华言 也弘扬法华 后来这样的构想 就变成了道教 南海古佛观世音 子竹林观音 其实也是这样子共 接下来再看 普贤王菩萨 峨眉山普贤菩萨 非常庄严 那文书施力菩萨 他有险教跟密教的化身 请看东密 五台山大险通寺 传说清郎国师 是文书施力菩萨 或普贤菩萨再来的 住在这个寺庙里 住了三十年以上 然后呢 这里有雕了一尊 五台山大险通寺 你看他也有十个头 代表华言经十地 然后要拿着灵跟楚 这是东密的千臂千波 慢书施力菩萨 所以这是文书跟普贤 文书普贤是在华言会上 两大的菩萨 这是台湾的叫做腊染 腊染就是用布蓝色的 然后上面是用染的 文书跟普贤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造型就是 东密唐朝的造型 英文讲非常的colorful 我们客家话叫做 法拉比伯啊 我不知道你们在座 有没有客家人 就是法拉比伯 就是多采多姿的意思 跟我们一般见到的佛像 是不太一样的 好 在那在这么多的菩萨里面 看文书菩萨的功德 文书菩萨得难量 九成龙肿上法王 因连众生迷自信 特辅世家正玄纲 简单的说就 文书世利菩萨 他是千佛之师 他过去成佛叫龙肿上尊王佛 各位在八十八佛 唱鬼文里面 有这尊佛 南摩 龙肿上尊王佛 这次我在槟城 讲文书十大院 很高兴圆满的时候 有人送我一尊龙肿上尊王佛 你们一定很少看到 他披上的袈裟是上面画龙的 然后呢 他现在在北方叫南摩 欢喜藏 摩尼宝基佛 未来文书世利菩萨 也会视线成佛 叫做普观如来 所以佛都有过去 现在与未来 就像大悲观世音菩萨 过去叫南摩 过去正法明如来 对不对 大家拜大悲战之道 道价慈行 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在无量节成佛以后 也会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 叫做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很奇怪 这个名字我念过一遍 我就永远记得 我二十五年前念过一遍 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观世音菩萨未来成佛的时候 名号叫这里 那事实上 佛是没有过去跟现在未来 因为怜悯众生 迷了自己的自信 所以他特别呢 帮助释迦摩尼佛 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所以释迦摩尼佛 虽然在世间是世间成佛 但是啊 他却有很多很多的智慧 很多智慧的显现里面呢 当然他最殊胜的是留下来尊贵的教法 那在大圣佛法里面最为殊胜的是 华严经 法华经 波耳经 金刚经 药师经 无量寿经 有很多很多的经论 所以我们都会得到很多的利益 接下来看 如果有机会你到五台山会看到最书寸的叫书像文书 请看 他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2004年刚好他在做大法会 然后我们到大殿了 这是五台山最庄严的文书师利菩萨 看这里 传说这有一个故事 这是孟参老和尚讲给我们听的 中间这个佛像的雕像很特别 在明代的时候 有一个将公被邀请 就寺庙的住持邀请他要雕一尊文书师利菩萨 那文书菩萨在五台山全部都是文书菩萨 只有金阁寺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因为不空三藏那边曾经见过文书菩萨 牵手观音显现 那五台山全部都是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相貌都非常的庄严 其实各个寺庙里面 弦教的密教都被雕光了 那这个雕光就在想 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 你都被雕完了 你都很庄严 到底你讲什么样子呢 你也让我看一下嘛 对不对 后来他就一直想 每天想文书菩萨 有一天他自己在厨房里面 肚子饿了要擀面条 擀面条擀成了 他在做面条那一刹那 文书菩萨出现了 等一下 先不要切换 切换图片 那结果文书菩萨出现了 最后他就用面粉了 赶快雕 雕文书菩萨的脸 就像这一尊 一模一样 最后有两个传说 一个就把面粉 直接放在这个木雕 这个用檀香木所雕的 全部都是上好的木头 放在正中间 从明朝到现在 面粉都没有融化 很不可思议啊 第二个版本是说呢 他就用这个做模子 然后雕了全武台山 最庄严的叫书像文书 请各位写下来 五台山书像寺 你要一定要去 这个庙没有很大 它的背后是大碑 观自在菩萨 全部是木雕的 所以文书菩萨 这是古代赞叹文书菩萨的寄送 今天我想做开场白 他说他做过过去七佛之师 注意这里的七不是指数字 是指方位东南西北上下中 七个方位代表一切诸佛的老师 他的证物的本体是甚深不可莫测的 他做过菩萨的般若波罗蜜的佛母 所以般若经里面 也以文书施利菩萨做比喻 用无方 就是他利益众生的这个善巧方便呢 是无量无边的 常驻奇光应重感 他常驻在常奇光当中 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所以华严经常用千江有水千江月 这是华严经的经文 佛菩萨像天上的明月 大家都看多中秋节 中秋节在新加坡Chinatown的时候 也是很多花灯 中秋节的天上有月亮 月亮是非常明亮的 可是你若在圣陶沙的海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万川一月隐闲江 只要有湖 有河 有水 全部都可以看到天上的月影 所以假如你有福报 去朝五台山的话 你做梦若梦过文书施利菩萨 或普贤菩萨的话 那你智慧会大开的 好 所以五台山有五方文书 代表文书施利菩萨 有五方佛的智慧 这就是当时我们2004年 朝五台山 第一次是1993年 我跟孟参老和尚去朝圣 第二次呢 就我带学生去朝五台山 在大文书店 外面合照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然后接下来 好 请看 好 幻灯片 请看讲义 这一次讲座 要讲什么 请各位看目录 请翻开第十八页 因为讲座只有四天 所以请各位把握时间 那基本上我知道 在座有些年轻人 可能看不太懂 Classical Chinese 所以我下面都有 附尊英文 英文的翻译版本 那这个subtitle呢 科判是我翻译的 好 先看第十八页 第一个前沿 第二个有介绍中文版本 跟中英文的主要一本 第三个是一个表姐 其实讲法华经 第一个应该讲的是十四品 所以我当时第一次讲的时候 有把法华经各品的对照表 我有附在上面中英文 第三跟第四 接下来再会讲 法华经安乐行的科判 他科判有非常非常的详尽科判 简单的说 这个科判是中国伟大的 偶艺大师做的 明朝偶艺大师 后来近代呢 这个妙境老和尚 把他做法华经冠科 那可是现在啊 我们很多人会读不懂 因为他是Classical Chinese 现在新加坡的联友呢 我发觉你们的中文也是 七七八八了 OK啦 Not too bad 可是呢 真正看古汉文呢 Young generation 或Young people是看不懂 假如我们现在 我们还送药诗经 我们还送法华经 我们还送普贤行愿品 你有没有想过 下一代的年轻人啊 可能呢就是念 吉里咕嚕 吉里咕嚕 吉里咕嚕的经啦 对 他不一定会看得懂古汉文 所以其实 要了解古汉文是必须要学习的 我很高兴我自己很有福报 我这辈子学了二十年的古汉文 我连四书全部我都背完 然后呢 而且我还读过上书 诗经 上书 礼记 还有部分的义经 我都读得懂 但是呢 那个的确是很难的 所以我才发愿说 把它科判整理 接下来看第六个 法华经科判跟多种版本对照表 所以希望各位联友不要觉得说 哎呀怎么这么大本这么厚 这全部是经文呢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些年轻的联友 可能会看英文翻译 然后再看中文 没关系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再看第十九页 这一次最后一天 我也会点灯 有阿迪沙点灯习线文 特别做一个记号 十九页第三行 这次我要讲灭乐日八绝疗曲 我去印度尼西亚跟马来西亚都是这样 很多人动不动的跟我讲 师父念什么经哦 可以抓鬼啊 也就是说 我西藏有个老师也说 东南亚的很奇怪 都喜欢拜奇奇怪怪的东西 动不动呢就觉得家里不干净 动不动呢就觉得呢 我家里风水是不是冲到了 其实在这个伟大的灭乐日八绝疗曲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一百零五页 它很长 我有加上英文翻译 好我会讲这首 这是这一次十四品 你要让你深口意安乐 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是魔 其实烦恼是你最大的魔 不要一直去想有鬼 你想鬼 鬼就跟着你 你想佛就变佛 你想菩萨你就变菩萨 对不对 所以各位虽然说是学佛 各位也做了很多不失 直接忍辱的功德 可是我发觉各位没有降服你内心的鬼 什么 小气鬼 吝啬鬼 酒鬼 色鬼 贪心鬼 其实人比鬼还可怕的 所以我这次在准备讲义的时候 我特别决定了想要讲这个 就是绝了曲 这是伟大的灭乐日八正道歌告诉你 这个世间有没有鬼呢 明天过后天我就会讲这一首 希望你来专心听 其实很多的鬼跟负面的力量 都是我们心里的幻想产生的 好 接下来再看 这次在109页 各位可以翻109页 我附了法华经非常多的参考书目 法华经从古至今 在大阵仗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注解 然后再看110页 目前佛教里面呢 跟法华经 尤其是日本人 Nammo Horunneke 就是日联正宗 专门弘扬妙法联华经 所以日本人对法华经的注解是非常多的 一直到静淡 然后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书目 一直到118页 各位可以做参考 所以希望这几天你能够来连续 每一天的讲座都是连续的 所以我不会重复 首先先看六道轮回 轮回是很苦的 请看幻灯片 再翻回来第19页 轮回是很苦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察觉 或许新加坡的联友 我曾经有一个西藏的老师说过 新加坡的佛友都非常的有福报 有些人过去是天人来投胎的 有些人过去是在人间的大慈善家 有些人过去呢 在新加坡 在其他的国家 他做生意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新加坡的佛友 的确是有福报的 但是福报并不代表 长得圆圆的就是福报 为什么 猪是长得最圆的 可是他是畜生 所以新加坡的联友很有福报 是因为他对于教育 文化 慈善事业 很愿意发心跟护持 可是在这愿意做善事之前 师父觉得慈悲之前 先要有智慧 假如你没有智慧 你虽然是福报 福报是你过去是修的 可是你要用钱 要用在哪里 这是要有智慧的 答案请看 换灯片 这是重庆大竹石窟 上面是山善道 下面是三恶道 看中间有一个佛 代表佛教里面认为 六道轮回 鸡鸭狗猫 是从众生去投胎的 佛教并不像其他的宗教说 食物是上帝赐给我们吃的 不 鸡鸭狗猫 假如你是阿罗汉 你是菩萨 你看到过去是 你会吓一跳 好 我现在脑筋里想 我想到讲了一个 寂功活佛的故事 大家知道寂功活佛 在中国民间呢 说非常的有名 其实寂功活佛 传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他怎么度人呢 他就拿个扇子 他对你拍一下 他就念 有一天寂功活佛 他看到一个佛教徒 他得度的因缘到了 可是这个佛教徒 他不太喜欢吃素 他喜欢吃鱼跟肉 还有他喜欢讲狗跟猫 有一天寂功活佛 我都到他家去敲他门 哈喽 有人在吗 他打开来 请问你是谁啊 他说我是寂甸和尚 在中国佛教史上 我查过传记 寂功活佛其实是没有吃肉 我们讲民间说 酒肉常理过 佛理心头做 那是骗人的 你说你只要心素了就好 那佛理心头做 酒肉穿肠过 其实我查过 寂功活佛是没有吃肉 但他有喝酒 因为酒是他的习性 酒对他来讲是甘露 就像水一样 但他也会用酒去度众生 他有时候会拿着酒 然后看到你这个人不太清楚 他就喷一口酒 死一心吧 这样子 可是他是大菩萨的化现 好 他这一天呢 就去敲了这个门 这个居士刚好在吃饭 他说 哎呀师父不好意思啊 我是 我不知道你今天来 我正在吃饭 他吃的是鱼肉 而且呢 还有吃螃蟹 结果呢 寂功活佛呢 就在他念了 一看啊 你知道吗 吃的鱼啊 就是过去他的爸爸 螃蟹就是过去他的妈妈 然后旁边他还养了狗跟猫呢 就是过去世的弟弟跟妹妹啊 然后呢 他当场就哭了 我讲这个故事是告诉你 因为我们的人的眼光只看到今生 过去是什么 你并不知道 来生你也觉得很遥远 你并不想 所以你的眼睛只有什么 看到眼前 眼前而且只想到今天 你是不是中了新加坡的四个号码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脸很有福报 可是只是做工赚钱跟享受 做工赚钱跟享受 新加坡真的是很有福报 留理光耀总理跟很多文武百官 治理这个国家 你去其他国家走一走啦 新加坡真的是很好 可是各位在有福报的时候 你忽略了一桩石 请问你过去生从哪里来啊 这辈子你结束的时候 你要去哪里啊 请写下来Q&A 生从何来死从何去 这是你第一个学佛 必须要去解决的 你假如不这样解决的话 你永远会很苦 为什么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有些人很有钱 我就没有钱 人家布施啊 你不肯布施啊 你就会发觉 哎呀 有些人家里就中风啊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啊 那你就会觉得 我家哎呀很宝 我很幸运很平安啊 所以在六道同回图里面 请看幻灯片 下一张 这张六道轮回图里面就告诉你 你看 佛啊 不是住在六道里 佛是住在净土里 像东方药师佛 有药师净土 西方阿弥陀佛 有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 对不对 六道轮回里面 每一个呢 都有一个佛 为什么 他的大悲愿心而来的 所以第二个Q&A 请写下来 希望你这辈子当新加坡人 下一辈子你应该发愿去见佛 就是这个讲座要讲的 请写下来很重要 你下辈子还要当新加坡人吗 新加坡你下辈子的话 GST是更贵的 一定一年比一年贵啊 而且你来生一定会做新加坡人吗 你不一定能控制的 假如你了解六道轮回的话 注意听 我后面会去想 有些人会来生会继续做人 有些人来生会升到天上 天上有二十八成天 有三十三天 我现在就讲 佛在世的时候讲阿含经 有很多人见到释迦摩尼佛 他是想升天的 佛在世的时候啊 升天并没有错 因为他说佛陀人间太苦了 以前当时佛陀在印度 他可能是奴隶 也是可能差地利 或守陀罗 对他说佛陀人间太苦了 我想去个快乐的地方 我想升到天上 你教我好吗 他说可以 佛陀就告诉他 你要布施 要修持戒 还要修禅定 去救贫穷的人 供养三宝 甚至造佛塔 以此功德 将来你会升到天上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人是升天 有些人他希望来生 他当国王 佛在讲阿含经的时候 没有说 一下子一开始就讲净土 那在阿含经里面会见到两尊佛 第一个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叫善会菩萨 他从天上来的都帅内院 第二个就是下面释迦摩尼佛入灭以后呢 圣弟子就问他 佛啊 那我要去哪里呢 我要见下一尊佛呢 只好呢 去见下一尊弥勒菩萨 所以大家知道地藏经 释迦摩尼佛把所有的忠生交给谁 地藏地藏啊 如知愿力不可思议 如知慈悲不可思议 如知智慧不可思议 如知辩才不可思议 纵使十方一切诸佛啊 赞叹如知功德啊 都不可思议 释迦摩尼佛在涛利天宫 要为妈妈说佛法 说完以后讲地藏经 他就把我将来要入灭啊 地藏地藏 所以我要把 所有一切苦难的众生 我入灭以后 所有众生 有些造善会升到天上 有些造恶会多到地狱去 我再六道轮回受苦 把所有没有度的众生啊 我就交给你了 所以地藏菩萨的愿力是这么大的 知道吗 待会给各位看九华山短片 所以我出家的时候 我是拜观音跟地藏 不过很可惜 我没有见到观世音菩萨 后来我在朝 武台山的时候 我见过一次四壁观音 然后呢 可是我见过地藏王菩萨来度我 这是我去见 两年前吧 应该是九十六岁的时候 在台湾 孟参老和尚 他的经社 我去见他 背后呢 那是已经往生 参公师父 参云长老 亲自写的两幅书法 圆的真姬 供养孟参老和尚 这是台湾雕的木雕 地藏菩萨 中间 左边是地厅 地厅 地厅是一个独角兽 地藏菩萨 所以你看地藏菩萨 他弘扬什么 待会给各位看短片 地藏菩萨也弘扬 无量无边的法门 尤其地藏菩萨 弘扬华严经 去朝过九华山的人呢 地藏菩萨 韩国经侨诀 世线的韩国人 到中国来 地藏菩萨每天念什么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 他也念普贤行愿品 而且他是一字一拜的 所以地藏菩萨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 是因为地藏菩萨 挣到了华严三昧 请写下来 地藏菩萨挣到华严经 最高的华严三昧 所以他